2023年的芒种节气落在6月6号这一天 而当芒种来临 意味着开始了午后雷震雨的季节 湿气也会越来越高 再加上炎热高温 天气是越来越闷热 花莲慈吉医院中医部表示 这时候喝冰水容易越喝越渴 反倒是适度的晒晒太阳 是更健康的选择 今年夏季的第三个节气芒种 落在6月6日这天 意味美雨季结束 午后雷震雨季节开始 湿气越来越高 天气越来越闷热 花莲慈吉医院中医部 就分享了消暑养生秘诀 这时节适度的晒晒太阳 反而是健康养生的方式之一 夏天的阳光 我们不要去讨厌它 不要去躲避它 因为它对于养护我们身上的阳气 是有相当的帮助 所以说在这个季节 适度的去运动 去出出汗都是相当好的 那我们也要避免中暑的问题 所以会希望说运动的时候 可以调在清晨或者是傍晚的时候 就是太阳还在 但又不会到日震当中 那么过度的曝晒 这样子呢 我们适度的吸收一点阳气 来养护自己 那运动增强自己的代谢 也会让肠胃蠕动变得更加的良好 我们人自身本身就有温度调节的能力 如果我们长期使用这些冷饮或冰品呢 就会压制我们身体的调节热量的能力 导致我们身体的热量比较排不出体外 那这个排不出体外的热量呢 就会造成常常我们有一种感觉就是 冰水会越喝越热 越喝越渴 就是这样子的情况 那另外呢 我们吃这些冰冷含凉的食物 或是生冷的食物 最容易去伤害我们的脾胃 那我们脾胃被伤害到的话呢 那对于我们的湿气的调节就更差 所以常常人家讲说 吃冰的会变胖 其实这不只是说 像冰淇淋那些高热量的食物 光是冰水本身不含热量 它也会让我们身体的脾胃调节力量变差 导致湿气累积 就会有一些虚浮比较胖的情况 这一点要去特别注意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穴位呢 就是绍冲穴 绍冲穴呢 在我们的那个小指指甲的内侧 指甲内侧这边 这个是绍冲穴是心筋的颈穴 那我们要怎么按摩呢 我们按摩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另外一只手的拇指跟食指呢 去扣在我们小指指甲的两侧 那这个两侧一个是绍冲穴 一个是小肠筋的绍则穴 那因为心跟小肠相表理 所以我们这两个穴位一起按摩 对于我们心筋的养护 一些容易心痛胸闷啦 或是心烦气躁都会很有帮忙 另外在我们大臂的中间 这边有一个清磷穴以及少海穴 清磷穴就是在我们整个上臂的正中间 这个上下跟前后都是正中间 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心筋容易卡的人 这个部分按起来就会比较酸痛感比较明显 那另外是在我们的手肘肘横横纹的最靠近小指这一侧 这个地方叫做少海穴 那也是一样对于疏通心筋有相当的帮助 花莲慈苑中医部意识林玉林表示 看得见太阳的清晨或傍晚 适合晒点阳光养护身体 而消暑清凉依靠冰品或冷饮 恐怕越喝越渴越喝越胖 可以选择干寒的蒲瓜 清热沥水的小黄瓜 或养护脾胃的凤梨 另外也可以透过四个穴位的按摩 舒缓夏天闷热的身心 记得蒋邦彦华女士报导